大家好 第一次用WPML的同学容易出现一个问题 在WPML安装并启动后 前台不显示国旗图标 有时候只显示一种语言的国旗 比如 现在的演示网站的首页是双语的 另一个页面只有一种语言 是单语的 没做翻译 要解决这个问题 要看WPML主界面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语言切换器选项 和语言切换器菜单 我们先看语言切换器菜单 编辑菜单 找到语言切换器中包含哪些内容 这项里的最后一个当前语言要勾选它 这个意思是不管这个页面有没有翻译多语言 都会显示当前语言的图标 这是在前台菜单显示的 如果前台页面翻译了 这里面会显示多个国家的国旗 如果只有一种语言 那么只显示当前语言的国旗 然后再看另一个选项 是语言切换器选项 在这里可以更换国旗的顺序 下面还有个如何处理没有翻译的语言选项 如果选择跳过语言 对于没有翻译的页面 只会显示当前语言的图标 如果选择缺少语文 则链接至语言首页 遇到没有翻译的页面 也会显示全部的多语言图标